美国共和党参议员林塞·格雷厄姆8月2日表示 虽然接种了疫苗 但是新冠病毒检测结果呈阳性 出现了类似流感的症状 将进行10天的自我隔离 66岁的格雷厄姆在推特上表示 我很高兴我接种了疫苗 因为如果没有疫苗 我肯定不会感觉像现在这样好 我的症状会严重得多 这位南卡罗莱纳共和党人表示 他从周六开始出现流感样症状 8月2日上午寻求医疗救助 后来被一名医生告知 他的新冠检测结果呈阳性 格雷厄姆是前总统特朗普的坚定盟友 他在两条推文中说 我感觉自己的鼻痘感染了 目前我有轻微的症状 我将被隔离10天 格雷厄姆没有透露 他是否对新冠病毒的德尔塔变种检测呈阳性 这种病毒被认为是美国最近感染人数激增的原因 尤其是接种率相对较低的南部各州 根据新冠疫苗跟踪系统的数据 南卡罗莱纳州46%的人口 至少接种了一剂新冠疫苗 远低于全国58%的平均水平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